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简短地表示 全世界都期待就是两国能够负责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而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 那么韩正则向布林肯表示 目前双方关系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 在中国方面 则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努力地实践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 并且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而韩正也同时提到 世界是需要稳定而且健全的中美关系 在韩正会见布林肯之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上个周末 则在马尔他进行过会晤 时间还长达12个小时 另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出席印度所举办的G20领袖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月稍早也对此表达失望 拜登与习近平进行会谈的下一个可能机会会是今年11月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APA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 美国方面过去几个月来也一直希望能够在这场峰会上促成拜席会 不过在布林肯和韩正昨天的谈话中都没有明确地提到 是否真的会有拜席会 再来 美国18个州的检察长昨天表示 他们支持蒙大拿州禁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的行动 同时敦促美国法官在禁令在明年元旦生效前 驳回相关的法律挑战 以Virginia州检察长为首的多州检察长说 在TikTok和他的用户所提出的诉讼应该被驳回 因为TikTok蓄意从事有欺骗性质的商业行为 应用个人将敏感的个人资讯分享出来 这些州检察长包括了乔治亚州 阿拉斯加 犹他 印第安娜 纳布拉斯卡 爱欧华 还有肯塔基以及South Dakota这些州的检察长在内 而投资人信心受到成长趋缓和地缘政治影响之际 在现在美国商会在上海方面则表示 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乐观程度是创了记录低点 越来越多企业寻求把投资撤出中国 上海美国商会这份调查结果出炉前 在中国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希望能够提振低迷的经济 上海美国商会说 在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 也对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在FBI美国联调局的局长 他在昨天一场会议当中提出了警讯 在中国当局的网络间谍计划规模之大 超越所有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的总和 多年来美国官员屡次针对中国骇客问题发出警告 但是在联调局的局长这一番言论显得异常严厉 在此之前 美国发生了一连串备受瞩目的骇客攻击事件 并且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包括了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有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杰国务院 亚太主秦康达等美国高阶官员 有数十万封的电邮遭窃疑案 在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 没有回复制评要求 不过中国在先前已经一再的否认了 就是对美国进行间谍行动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就是现任总统拜登了 拜登在昨天说他理解众人对他年龄方面的关注 但是他决定竞选连任 主要是因为前总统川普想要摧毁美国的民主 高龄达80岁的拜登通常是会回避外界对他年龄的关切 但是昨天他在一场这个活动中谈到相关问题时 他丰富的阅历有助于他处理乌克兰和COVID疫情等危机 那么民主党籍的拜登也说他是不会向独裁者屈服 并且指责川普向俄罗斯总统普丁低头 那么倘若拜登明年顺利连任第二任的任期届满时 高龄将达86岁 而他共和党对手也经常无情的 就是拿他的年龄问题来做文章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联合汽车工会表示 如果与通用福特和这个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厂的薪资协商 能够在这个礼拜五22号中午前取得严正进展 那么就会在当天宣布要在更多的工厂 发动罢工 专家认为如果没有办法在礼拜五前取得任何的进展 这一次的劳资争议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 而最主要就是在通货膨胀方面 在现在这个工会的主席在昨天发布的消息说谈话说 不会无限期等待这三大车厂的拖延 而在现在媒体也报道就是关于Stellentus所提出新的要求 但是呢在现在劳资谈判知情人士说 双方协商的提案仍然还是工会的提议 而这个工会在15号已经针对这三大车厂旗下各一座组装厂发动了罢工 将近一万三千名的劳工参与之后呢通用和福特则宣布裁员不是罢工 这个而不是罢工 那么也指着三座车厂罢工的外溢效应 在现在呢根据报道 车厂现在工会的罢工行动还没有重创经济 但是僵局拖上几个月就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好我们也看到呢这是在Miami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官员说 因为一只显然是相当饿饿肚子的饥饿的黑熊出没 使得在佛罗里达州Orlando的Disney World 它旗下的主题乐园 神奇王国Magic Kingdom要暂时关闭部分热门的游乐设施 一直到这只饥饿的黑熊被找到 在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发言人说 秋季期间这个熊的活动会更加活跃 因为他们要觅食 储存足够的脂肪来过冬要冬眠 好我们在这里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我是霍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第一个呢先看到这个是 在泽伦斯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今天会在联合国大会向各国领袖发表演说 昨天抵达纽约之后就前往一家医院 他是正在美国接受治疗的乌克兰的伤兵 这也是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佐伦斯基首度亲赴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 而今天他将会在这个联大发表演说 好再来呢看到呢 这是在俄罗斯方面呢 俄罗斯的媒体则表示 就是俄国总统沈普丁10月将会拜访中国北京 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他在莫斯科与这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时 做了上述的表示 那么在同时呢 他也说普丁在北京期间也会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论坛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在今天从日本出发 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 预计在这个期间会出席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乌克兰局势相关领袖会议等等 并且也会呼吁国际社会合作以及强化联合国的机能 岸田在行前的记者会上说 着眼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国际社会面临了多重危机 必须建立一个合作而非对立分裂的社会 也表示会提倡包含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等加强联合国的职能 第78届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是在今天开始 另外呢在这里也看到这是日本的新任外务大臣 这是上川杨子 在今天在美国纽约以主席身份举行了G7集团的外长会议 会中除了强烈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之外 他也确认11月将会在日本东基举行G7外长会议 会中也通过了上川的主席声明 主要内容则是针对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 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而这场G7外长会议当中 约会成员针对乌克兰形势也进行了讨论 并且确认G7成员国将在坚决因应俄罗斯侵略 以及提供乌克兰等援助等相关事项要进行合作 而谈到了上川扬子日本的新任外务大臣 他昨天就已经抵达美国 今天也在纽约和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上川在这一个会面的会谈上 仅在开头使用英语制词 那么正式会谈时为求慎重 则是透过传译人员进行会谈 他身为日本时隔大约20年再度出现的女性外务大臣 而这一次他的美国行算是他的外交处女秀 会谈上也考量到强化半霸权行动的中国 上川和布林肯也再度确认 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事项 接着我们再来看来自新德里的消息 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关系现在就因为哈利斯坦分离运动争议持续的恶化 两国就在今天相互驱逐对方的外交官 流亡加拿大的印度席克教领袖尼贾尔 6月他在卑斯省温哥华附近遇害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今天指控印度政府涉案 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则指出 加拿大已经驱逐印度调查分析局派驻在当地的首长 印度外交部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指控 那么也强调印度是一个尊重法治的民主国家 在现在印度外交部则表示 加拿大政治人物公开对哈利斯坦分离分子表示同情 给予这些人从事谋杀 人口贩运等不法活动的空间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今天也驱逐了加拿大 派驻在印度的一名高级外交官 好我们新闻方面呢 谈到印度我们就看一下啊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新闻 印度教年度盛事叫做巷头神节的庆典 就在19号今天开跑了 各地印度教的信徒欢迎巷头神的下凡 在印度南部大城梦买的庙宇和街头里起多尊巷头神像 其中一尊更是穿戴了69公斤的黄金 336公斤白银饰品 相当的华丽啊 印度巷头神节开跑 最贵重的神像真的叫做穿金又带银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第一个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透露更多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论坛活动 包括了开幕式三场高级别论坛和六场专题讨论 并且说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认与会筹备工作和合作伙伴 现在保持沟通 那么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具体的时间在官方方面还没有发布 另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昨天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韩正说希望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能够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轨道 汇集两国并且能够造福世界 韩正对布林肯表示 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政策保持的是连续性和稳定性 始终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个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希望美国和中国方面相向而行 实践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的重要共识 采取实际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而布林肯方面则说 美国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取得成功 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期待与中国方面加强沟通管控分歧 推进合作 稳定的发展双方的关系 另外我们则看到在投资人信心 受到成长趋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影响之际 上海美国商会在今天说 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乐观程度 创下了记录低点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现在寻求 要把他们的投资撤出中国 上海美国商会说 北京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对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 带来沉重的压力 接着我们再看到 德国政府在昨天证实 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日前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之后 中国当局召见了德国驻中国大使富荣 在贝尔伯克上个礼拜 是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时 他这个样子来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当局在今天也对贝尔伯克的言论 表达强烈不满之后 德国方面也证实中国召见了富荣 接着看到 这个是刚才谈到了德国的外长 那么中国的前外长秦高 这个罗生门到底发生之后 到底是怎么样 外界还真的很小一窥就近 现在则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7月份被免职的中国前外交部长秦高 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因为有了小三 我们叫婚外勤已经在配合调查了 如今调查的焦点就在这一场婚外勤或秦刚的行为 是否损害了中国国家的安全 消息言许说 包括了部长和省级领导人物在内的中国高官 上个月都听取了在党内对秦刚的调查简报 中国高官霍鲍一向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调查 发现秦刚在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期间有婚外勤 两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秦刚的私生子在美国出生了 好这个算是很劲爆的新闻了 好下边我们继续看 中国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 已经在昨晚公告境外债务重组获得债权人高票通过 预计削减债务超过45亿美金 那么融创中国今天就美元债重组 向美国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以获得认可 而在跟香港相关的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 昨天向所有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发函 要求申报在香港聘用的本地雇员资料 包括身份证号码及住址 并且要在10月18号前提交到港府的礼宾处 而也根据一项报告调查 今年第一季香港的贫穷率达到了20%了 贫穷人口现在超过136万人 而贫富差距也扩大到57.7倍 带给大家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介 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接报 为您播报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文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场边 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布林肯表示全世界期待美中负责任处理关系 韩正则说世界需要稳定且健全的中美关系 外交部表示 持续关注美中高层互动情况 台美沟通管道畅通 且双方对于区域和平稳定繁荣 以及对维护共享价值都有共同的目标 肢体推动全方位伙伴关系 外交部北美司司长汪良玉说 在台美之间 我们也一直有很好的互信 所以也有很畅通的沟通管道 所以对于历次的一些相关的engagement 我们也都是保持 台美之间也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另外一方面 中共派出大量的军机扰台 中国外交部声称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不存在海峡中线 外交部对此重申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事实与现状 台湾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都无法改变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中国在8月底公布所谓新版标准地图 引起周边各国的抗议 所以证明中国的疆域主张 在国际政治与法律上都毫无根据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郝凯蒂 社团来台访问 蔡总统下午在总统府内接见访问团 蔡总统致辞 首先代表台湾人民 称致欢迎郝凯蒂的到访 并且表示 郝凯蒂曾经在2016年11月 以州参议员的身份访台 台湾与亚利桑那州 七年来都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尤其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厂 台湾与美国透过这项合作案 不仅带动了在地产业的发展 也共同打造更安全 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总统并且指出 很高兴看到7年3月 亚利桑那州设置的驻台办事处 已经正式成立 相信将有助于 双方在各领域持续扩大合作 而这次郝凯蒂率团到访 进行许多交流成果 包括见证台湾科学教育馆 以及亚利桑那州科学中心 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 以及外贸协会主办的 美国商机日等活动 更感谢郝凯蒂再次以行动挺台 蔡总统说 我要再次欢迎各位的来访 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和重视 也期待未来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为台湾和亚利桑那州 创造更多互惠双赢的发展 而郝凯蒂则是表示 她此心有和台湾企业会面 其中包括台积电领导阶层 并且参观台积电的厂区 见证先进科技 印象非常深刻 而亚利桑那州非常的自豪 可以成为台积电在美国的晶片厂指 这个计划也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非常悠久 而且最新的合作例证 她并且说 亚利桑那州和台湾拥有强健的伙伴关系 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32.74亿美元 美国政府有百分之百的决心 要继续强化台美关系 亚利桑那州的各级政府 也都共享这样的理念 她期待台美能够一起合作 探索更多的机会 而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建制 遭逢了当地工会的挑战 不过亚利桑那州州长浩凯蒂在今天参加 2023年美国商机日 即台美供应链伙伴论坛时重申 建厂进度良好 而且全力协助克服各项的宜兰杂政 她并且提到 先进封装是美国自建半导体生态系的重要一环 现有相关的事项正在努力当中 包括和台积电讨论 而至于外界关注台积电美国设厂之后 晶片仍得运回台湾做先进封装仪式 郝凯蒂则是松口 美方正在和台积电讨论此事 她说 另外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芳则是表示 台湾很多电子大厂像是鸿海 合作 伪创等 都顺着供应链重组浪潮 纷纷前往印度加码投资 海外投资 经历在地化的过程势必会有谋合的问题 这都很正常 所以台积电建立的卓越企业文化 相信台积电可以很顺利解决问题 而且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在近期也公开宣示有信心克服问题 所以她希望外界能够对台美产业合作有更多的信心 经济部在今天召开店价审议委员会 决议10月开始店价动涨 但考量内需消费复苏 在2022年7月动涨的百货 餐饮 健身房 电影院等内需行业 今年上半年用电量以及营业额都有成长 因此排版这4个内需产业 取消店价动涨优惠 恢复原价 影响户数大约是880户 而至于农与学校 社服团体维持动涨 2022年7月动涨的高压内需产业 像是食品 摊贩集中市场 则是因为与民生物价息息相关 此次然是决议动涨 而今年4月减半调整的产业 委员会考量今年上半年用电持续衰退 维持减半优惠不变 经济部并且表示 外汇团善虽已经复苏 但是为了避免一次调整过大 仅取消2022年15%动涨的优惠 今年减半调整措施仍会持续地实施 民众党籍新竹市长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 在日前遭到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 民众党在今天证实 党中央批议委员会在18号开会决议 对高宏安寄出暂停党权处分 而民众党发言人李鼎丽强调 高宏安仍是民众党重要的一员 党主席柯文哲在司法面上依然是支持高宏安 提出有利的证据来捍卫权益 他说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高宏安市长相关的一个事件上面来说的话 他当然虽然目前是暂停党权的一个部分 不过他依然还是民众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公职 所以进入了司法程序的这个阶段 我想以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的一个态度来说 我们还是在这个司法的程序上面是支持高宏安市长 提出有利他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 同时李鼎丽表示 这次暂停党权的处分也包括中央委员职权 但是因为高宏安早已经请假当中 实质上职权已未执行 未来若有任何的判决定验结果 中评会也将召开会议来处置 国内流感疫情持续的升温 机关署在今天表示 上个礼拜门急诊类流感的就诊人次 达到了10万2087人次 比前个礼拜上升的14% 上个礼拜新增35例的流感重症 以及7例的死亡 机关署防疫医师林永青表示 流感重症不是只会并发肺炎 还有不少案例并发脑炎 尤其10岁以下儿童得到流感并发 即性坏死性脑炎最致命 而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惠则是表示 国内上个礼拜门急诊类流感的就诊人次破10万 比前一周上升了14% 可见流感的疫情仍在升温 机关署也再次的呼吁民众要落实首部卫生 以及咳嗽礼节 共同对抗病毒 另外 基隆外海在昨天晚上发生了 瑞士规模6.8的强震 中央气象水针对了基隆 宜兰以及新北 三个县市发出了国家级警报 不过最后全台9个县市的阵度都只有一级 而对此 地震测报中心记政邱骏达表示 国家级警报是透过自动定位系统 预估这级地震规模达到5以上 全台47个参考点的阵度 有达到4级的县市就会自动发出国家警报 但是因为该地震已经超过了台湾地震监测网 防守线之外100多公里 因此有些席准 他说 这个地震因为发生的位置比较远 已经超过我们的观测网之外 那在观测网之外的话 我们的监测能力其实是有落差的 那我们国家警报的那个自动监测的系统 它是透过系统自动的去抓取资料 然后直接判断要不要发布国家警报 这样才能够想到地震预警的时效 那为了要这个时效 那我们势必要牺牲一些精确度问题 那就造成这个地震 有达到发布国家警报的条件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我上班之后